《逆經故事》 《明兒》 六四 未止 出亡在外 避開暴君 《明兒》 六四 入於左腹 獲明兒之心 於出門庭 入 戰刑指示符號 引申進入 於 烏鴉 一日反暴 被稱孝了 引申回軌 左 在左邊的人 主力工作 引申進取 腹 欲反覆來回 引申腹部 左腹 是心靈意識 鑊 犬隻在草叢裡 捕獲雀 引申裂鑊 明 日月相交的時候 引申分明 而 是有成索的箭矢 本來意思是繳射 知 離開原地 去第二道 心 心臟 引申想法 明兒 好像繳射一樣 清楚分明 出 在山洞走出來 本來意思是外出 門 左右相對可以開口的設施 即是門 庭 屋前面可以供挺立行走的地方 門庭 是門前的空地 意思是心靈意識得到回饋 外出 去到門前的空地 莫得 好像繳射一樣 清楚分明的長遠想法 周潮 宋國開國國軍 梅子的故事 可以解釋這隻牛的牛義 梅子 子姓 宋氏 明啟 後世稱是 梅子 梅子啟 宋梅子 欣梅子 今日河南雙丘人 啟的媽媽 山去和宗顯 即是宋梅仲 她仍是雙王帝月的妾 成為正妻之後 才生了壽德 即是雙袖王 帝月 想立長子啟為太子 太子這句法典認為 雖然是同母所三 地位上 壽德才是帝月正妻的兒子 啟是妾的兒子 不可以立為太子 啟一這樣 未成為雙王的繼承人 壽德在位那陣 視為帝身 風啟在眉 即是今日山西 路城東北 建立諸侯國 眉國 著惠是紫爵 削輕人 梅子 雙袖王千刀於恩之後 即是河南安陽市 沉免酒色 窮兵俗舞 重型口臉 許間色飛 梅子作為皇宮 經常負一婆心地勸她 改邪歸正 整棟朝江 以興大業 就皇不僅疏遠了梅子 後來還想害她 梅子眼見雙朝張王 勸諫就皇她又不聽 同太師姬子 少師比桿商量 孔子作上書梅子 記錄梅子 面對就皇惡政 選擇出途的心境 白話翻譯如下 梅子是這樣說的 符詩即是姬子 少師即是比桿 看來我的恩傷是不能治理好天下的了 我們的高祖成湯制定了成法在先 我們的就皇就沉在酒入面 因為淫亂敗壞了高祖的美德 恩傷大小神文無不劫奪偷渡犯法作亂 官員都不遵守法道 說有罪的人都不介意逮捕和懲治 小民起來和我們結成仇敵 現在恩傷可能就要滅亡了 就好像要渡過大河那樣 但找不到渡口和河案 恩傷到現在的樣子就快要滅亡了 梅子問 符詩 少師 我是避棄而出亡在外呢 還是躲在家道路而避於荒野呢 你們不指點我恐怕就陷於非義 究竟怎樣做呢 符詩這樣說 皇子 上天為我們恩傷 各下大禍 要令我們滅亡 國軍就沉在酒入面 不懼怕上天的威嚴 不聽年高德士的舊神勸高 恩傷神文 現在偷竊製造天地神明的各種貢品 都會被寬恕 就是吃了貢品都沒有災禍 上天向下監視殷民 國軍用殺落台重刑 還徵捕臉 招致民怨也不放鬆 這些罪行都在國軍人身上 神聞痛苦不堪 但就無路可掃 恩傷最後將禍 我們都會承受災難 如果恩傷滅亡 我們是不能做另一個人的奴隸的 我奉獻皇子逃出去 我早就說過姬子皇子不逃走 我們的國家就會徹底滅亡了 你自己拿主意 各人都會對先華事業作出貢獻 我就沒有考慮走這件事了 微者器官出走 隱居他鄉 比桿被奴皇挖心而亡 姬子莊方圍爐被禍 姬法即周武皇 宿令諸侯討佛奴皇 奴皇占敗自焚而死 雙朝滅亡 姬法佔領因都朝歌即河南奇縣 建立周朝視為周武皇 眉子拿著雙皇忠室 廟禮器 坦號上身 雙手捆迫背後面 跪地失進 左邊有人牽揚 右邊有人丙茅 來到周武皇軍營前面 以示投降 周武皇為了安定因雙神文的心 讓眉子回到雙朝發場地雙憂 周武皇去世 周成雲年少 周公大代行當國 管叔先 蔡叔道 為周公想奪權 和弟生兒子 武巾一起作亂 打算襲擊周成王 周公 周公奉命 朱武巾殺管叔 流放蔡叔 視為三監之亂 周公的眉子 代替武巾 奉手相志 周成雄風眉子 在雙朝舊都雙憂 即河南省雙憂市 追陽區 建立宋國 作為功爵 特宗安天子禮樂 奉商朝宗志 常日周朝宋國開國始祖 後世稱為宋眉子 漢代一日避漢境帝 劉啟的位 改啟為開 眉子向來仁然 因雙為民都愛戴她 眉子寫了之後 二弟忠顯 即宋眉眾 繼承宋國君主之位 眉子在宋國角都 雙憂西南二十五里的青江村 另一個說法是在山東省製寧市 眉山縣眉山島 朝刊人在宋州做龜德君子道士時 敬重眉子 多次前去拜祭 建國之後 為了仿後眉子在仁義品德 將個號定為宋 眉子墓在海拔九十一點六米的眉山島上 墓程圓形高十米 底徑七點五米 墓前有石碑四通 歷代石碑七塊 中間主碑高二點二三米 闊零點八百米 厚零點一百米 正文是漢城上康行的題字 因眉子墓 南將為梅福算寫橫額 人參傾比 碑音有細字難以辨認 眉子墓前的石碑 明曼歷四十年 即一六一二年 十一月所納 地高八呎 闊三呎 上書因眉子之墓 碑民是明代歸得虎之虎 鄭三俊所輸 日本侵華 鐵路游擊隊 薇湖游擊隊 以梅山島為根據地 以梅山回為依託 打擊日本侵略者 1942年 日軍攻佔梅山島 日本佔領軍頭目封田 敬仰中國歷史名人 撰寫碑民 為梅子立碑 尚書因梅子墓 封田部隊等字樣 在全中國來說 都是很罕見的 八十年代 河南雙丘收二零六省道時 犯了一個長逸一利的募道 直通梅子墓穴 考告專家在梅裏 畫了一把青銅劍和陶器 2008年6月 梅子墓列為河南省 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梅子辭於河南省 雙丘市追揚區 此結在唐天堡年間 經過多次毀壞 多次重修 2002年 白橋、宋良號 來到雙丘尋根製造 捐支百萬元重修 免作至佔地面積 6650平方米 南北牆70米 東西寬95米 梅子辭於中間 佔地2450平方米 南北牆70米 東西闊35米 仙鹽堂和梅子墓 分裂梅子至東西兩側 佔地面積2100平方米 南北牆70米 東西闊30米 梅山是張良的封地 死後葬於梅山 附近漢墓眾多 已發掘了白魚座 出土各類文物600多件